年末到了不少民眾想要換間新房子 到銀行來辦貸款卻沒有成功 最快要到明年一月才能撥款 房市熱換屋購屋趁年底 雖然房價攀升 但通膨和造價上揚因素 還是很多人想進場 沒想到屋間都談好了 卻因為房貸卡關 民眾想趕年底交屋 農曆年前入住有難度 還可能違約 簽約前就得先跟屋主說明 把貸款不確定因素納入 根據聯政中心統計 今年第三季 平均房價1154.5萬元 平均受信額度836.6萬元 創歷史新高 房貸利率也追平 去年第四季新低的1.45% 預估可能在今年的遺傳動數 大概會超過35萬 那銀行可能當初 在這個規劃房貸的一個預算上面 相對比較少 所以它到了12月份的時候 銀行已經沒有額度了 房仲分析 今年北部房價漲一成五 中南部漲兩成 但銀行乘坐房貸和建築融資 是以總存款加金融債 總額的30%為限 銀行局說其實還有額度 不過銀行局統計 直到10月底 不少購物族11月搶送件 的確有排擠效應 今年第三季 房貸案件平均漸價 第一名是台北 其次新北 接下來是新竹縣 台中市和新竹市 房仲提醒 民眾年底購物 核待時間勢必拉長 如果急 手上資金足夠的話 可以降低貸款乘數 來跟銀行談 才較有機會順利申辦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